处长 处长 那您退休也是处长 也是处长 那你现在工资挺多吧 那还算可以吧 一小半 一小半大概多少钱呀 六千多块钱 那你自己可劲花也花不了 所以找个老伴吧 生活上 钱上 那咱保证不了 他不用担心 黄大哥说 自己是原吉林省省外贸 现在的吉林省商务厅的 处级干部退休的 退休金是六千多元 跟他在一起 一定会衣食无忧的 黄大哥说 别看自己这辈子 在工作上挺成功的 但是在感情上啊 却不是那么如意 从来他对我来讲嘛 他挺满足 挺满足 但是作为我的感觉 作为女同志来讲 什么怎么疼我呀 这花样有没有有 我一去买到东大乔买东西 买菜啥的 你说他总去 我真怕他出事啥的 也知道干啥 关心 关心我 但是呢 从就是从夫妻呀 这个恩爱呀 或者说你什么话 年轻时候他都不会撒娇 不会撒娇 对对对 所以那从感情上来讲 我总感觉到 虽然没有太大的什么 但是从我的感情深度来讲 我感觉到他没有 没有我的那个深度 就是你还是比较喜欢说 女人会撒娇啊 然后那个 多点温柔点 谁对 作为男同志来讲 都希望自己的老伴 能够温柔一些 是不是 黄大哥说 自己的原配老伴 2012年因新梗去世了 老伴还在世的时候 虽然俩人不吵不闹 但在黄大哥的心里 始终觉得 两个人的生活里 太缺少激情了 黄大哥说 你别看我年龄在这 但是对待感情 我还是有自己追求的 于是在2015年 原配老伴去世三年后 黄大哥遇到了 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我的儿童缘 我也去 把自己情况 写个单子 往上一挂 谁相同他 互相再联系 嗯 那这个老伴是在那 我打电话 相同他了 打电话认识了 我也是 倾心而住吧 嗯 是不是啊 他家在哪住 那个房子搁哪呢 咱叫第三看守所吧 嗯 大西边那个 嗯 是不是啊 我这来回倒车 坐着这个 到那个那个 292 292人在导车 到那就总去 家里边吧 没面 我那面 买的面 都是很少吃 嗯 基本上是 大半袋的 是吧 我背着给送去 黄大哥说 第二任老伴 比他小了十多岁 相处期间 自己没少付出 两人认识三个月后 就登记结婚了 登完记以后 就不是 我领假来了 在这家里 嗯 当天晚上就冲我药 要我工资 嗯 我说那样 我说吧 这个卡号 是吧 我不能告诉你 如果是需要取钱去 你用钱 咱俩拿着这个工资卡 一块去取钱去 是吧 取多少又多少 咱俩心里都 互相都公开 不干 哎 我这一想这不干 这可能是 啥要夺权呢 对不对 咱这个 这个 我这搞成法工作的 葡萄林 你听说了 拿你上当受骗的 房子啊 钱啊 都要你骗走了 嗯 是不是啊 我说这样的话 我肯定不给 不给你过了 哥这里都 连住都没住 就提出更 我说离婚 刚登记 完了就离婚 对 因为谁掌管钱财 问题没谈懂 两人仅仅登记一天 就离婚了 沉寂了两年后 2018年 黄大哥又认识了 自己的第三任妻子 心里没我呀 咋个没 老伴不是应该是什么呢 互相沟通 解决这个苦闷孤独的事儿嘛 人家可好 我们俩到一块以后 人家搁山 岔五地跑到 嫂子那 哥哥那去了 我当时没有理由 不让人回去啊 说那就回去吧 回去过一段时间 人家不告诉我了 说走就走 一走大半天 然后我带他出去旅游的时候 跟一个男就打个仗了 我提醒他了 我提醒他都不行 走路跟人家嗨嗨嗨嗨嗨 还打个说话呢 回来以后 跟我不说话了 黄大哥说自己是尽心尽力地维护着两个人的感情 可是却换不回来同等的爱 所以在今年的五月份 黄大哥又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 时隔一个月后 本来已经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失望至极的黄大哥 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出现 只因那一眼就唤起了黄大哥对感情的心渴望 这事儿落下来了 这个秦英呢 一介绍给他以后 他就没相忠 说我不希望大脸的 对对对 对不对 谁呢秦英呢 还专门想找退伍军人 对 我看了这个以后吧 一会儿打麻将这些老同志在一会儿闹 我说这个人 张玉广这个人怎么回事呢 这个神美观两个和别人不一样 我说他就不喜欢大脸的 喜欢小鼻子小眼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才在这西约公厅呢 长得啥的 长得是也挺好 长得还有啥的 但我现在就是这个形啊 我就喜欢那个就好像脸就是小脸那样的 那我脸大脸那意思说呀 就是那我也憋不了了 你自己妈给的没办法 我就喜欢大脸的 我说我看的这个谁呢 这个秦英吧 倒比那个谁呢 比他介绍那个成的那个 要叫我看比他轻多了 说我说我先从他了 他先不通说我先从了 完了然后我们俩互相闹着 我说现在把要说是美中不足对吧 我就感觉到我年龄比他大得多 是不是 所以对我现在呢 他们就劝我 那你赶紧那哥跟电视台就联系呗 是不是 黄大哥说啊 自打看了秦英秦大姐那期节目 自己就念念不忘 尽管两人也有着十几岁的年龄差 但还是想要为爱勇敢一把 那几个月未见秦大姐了 秦大姐现在是否还单身呢 如果单身的话 面对比自己大十多岁的黄大哥 他能同意吗 广告回来咱接着看 我对我对感情非常大意 我后半生都能幸福 感谢原来不晚 给我找到了后半生的幸福 找到了后半生的伴侣 原来不晚送你来一成背 希望能温暖你们的余生 幸福一辈子啊 谢谢 原来不晚我们结婚了 耶 结婚快乐 等着急了吧 着急了可不是啦 这有点着急了 要不然自己又忙着办事去吧 我怎么洗自己了 这么快又找我 真谢谢你 秦英61岁离异 退休金2400多元 住房面积60多平米 见到秦大姐依旧是很热情啊 那秦大姐现在还单身吗 别人给你接受吗 没有 没有 那你对现在的只有要求和标准有变化吗 变化没啥变化 没啥变化 我还是这个标准 我说跟你说 我就跟任何人都说 我说我这个标准就是咋的呢 第一 我说得有双保 对我住房 完了那个身体得健康 我说这个工资四寸大底 我就跟任何人 我都说这个标准 我说连我这标准呢 我自己本身的条件 我也给你们介绍清楚 我说我就是这个标准 我说我的要求 我说也 我觉得不过高 我说不找皮股钱 我觉得不能找皮股 差的 我是肯定的 就这样 目前还单身 而且听秦大姐的择偶标准 这黄大哥好像还挺符合的 于是咱红娘就跟秦大姐说起了 黄大哥喜欢她的事 我跟你说 有一个大哥相中你的 那个大哥姓黄 然后他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他今年是七十起 年龄稍稍大一点 然后以前是那个省外贸 然后是处级干部退休的 然后他现在的退休金是六千多 然后在长飞小区 有一个不到一百坪的房子 他现在等着住吗 对 他现在等得住 然后 长飞小区 长飞小区 对 然后是 还融入那块 对对对 丧我的 然后相中你的 就是你节目播出之后 这家伙他就是日思夜想 又跟他朋友说 然后又跟他身边的这些 反正就是征求意见 他就觉得 他看节目之后 他就觉得说 那个姓黄那大哥喜欢脸盘小的 他就说 我就喜欢两排大的 两排大和服 然后 然后就觉得 就是你的说话呀 心香气质他都很喜欢 然后就跟我们打电话 非常的执着 这一人你跟我介绍的房子之后 我也考虑了 考虑了 就是说啥呢 他这个各方面条件吧 实际都能达到我这个标准的 他唯独就是岁数少大一些 但是我没看到这人 我就看到他这个精神面貌啊 或者是那个 就是没人的这种气质 我想看看 是不是个男子 听了红娘介绍完黄大哥的情况 秦大姐表示 想见见黄大哥 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黄大哥很是激动 跟着红娘 一起赶往了 秦大姐的家 有信心吗 有信心吗 哎呀 这玩意 观念现在不太有 对不对 不然就再取决一套 在于秦大姐 反正你是百分之百相中她的 对 再去秦大姐家的路上 这黄大哥突然提议 要给秦大姐下车 买点见面礼去 咱不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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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那给秦大姐买点葡萄 行 葡萄咱买点四块 四块 你先去 那不带那个 你就你 你先弄了哪个 你跳 你跳 你得亲手给大姐跳 我真的 弄得多 这个呢 这个行 好 行啊 对 九块 九块啊 好 别的还有啥 别的那边还有 哎呀 没手带钱呢 那你看看 冲下不入 这边黄大哥用心的选好了送给秦大姐的四样水果 那边秦大姐知道黄大哥用心的选好了送给秦大姐的四样水果